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 Ora Yogo 我是Yogo 今天的Yogo想过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一多穿 今天要一一多穿的单品呢 就是这一件牛仔外套 这件牛仔外套呢 是我上一支视频 芒果开箱的一件牛仔外套 因为我觉得牛仔外套在秋冬的时候 真的是一件忘能的单品 如果你们一直是跟着我买的话 我相信你们柜子里会有很多 今天我用到单品 所以你们可以重复的去利用 你们已经买到的一些单品 拿来做今天的搭配 那我们就不要废话 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 这个钉它是纯银的 外面镀的是一个14K的金 所以它颜色会比我手上这个颜色 会稍微浅一点点 这种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带着直接洗澡 睡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自己是一个过敏体质 我每天都带着 然后也洗澡 睡觉都不窄 就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如果你们想找这种羊额冻的钉的话 这款就特别特别的适合 平日里搭任何衣服 它都是蛮好看的 就不需要取的那一种 嗯 推荐给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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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套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利用自己柜子里有的夏天的连衣裙 搭配这件牛仔外套 连衣裙你们可以选择任何花色的连衣裙 尽量选一些花色颜色比较浅的 因为这件牛仔外套它颜色比较偏浅 所以跟浅色的连衣裙搭起来的话 它会更加的和谐 下面的鞋子呢 我选择了一双宽威 宽威的话就是很休闲 它会让整套穿搭坐下来的时候 看着比较休闲随性一点点 包包的选择上面呢 我选择了这一支TOT 我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第一套它会比较适合生活在南方的姑娘去尝试 因为南方的城市现在还是很热 我们经常就是穿一些T恤或者连衣裙 第二套 第二套就是这一件潮纹的上一架 一个高腰的破洞牛仔裤 你们看一下 这个很大的一个破洞的牛仔裤 可以同样把刚才那件牛仔衣搭起来 把袖子露出来 看来 装底线头放 一个毛线帽 我刚刚õ见了 看来 这里 是 我 看来 有 我 趁 我 我 这条床 大家也是很适合现在日常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去做帽子跟眼睛 大家一起的话就会显得酷酷的沙沙的 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最终的所有单品在之前视频当中也都出现过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把所有产品的信息放在今天视频当中的info box 或者今天视频当中的字顶留言 no one likes being like too you made this mess and left me with the piece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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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 wanna burn all the bridges between us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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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focus i can't forget i've been thinking too much 这套妆呢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半高领的 打底上纯色的是一个浅米色 搭一个半球帽 这个半球帽呢也是这种浅坨色的 然后加了一个环 下妆呢搭了一个运动裤 是一个龟色的运动裤 龟色跟牛仔色两个颜色搭起来 本身就非常的和谐 然后看上去很舒服 是一个基础色 然后搭配一些稍微再暖掉一点点的 也是这种浅浅的墨兰迪颜色的衣服在一起的话 整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元气满满的青春洋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其实很适合出去玩的时候做搭配 因为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 戴这种鸭绳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除了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造型感 还有一个它就是有一个遮阳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们在城市比较热 像杭州现在都三十来度 那么下面这人打底 你就可以换成一个圆领的任何的颜色唇色浅色的T恤都可以 你们可以按这个逻辑选择一些适合你们现在当地的天气的当地 这套是不是也是酷酷沙沙的那种感觉 我身上的所有的单瓶都是非常基础的七处款 下面这一件是一个有一点点传领感觉的灰色的打底上 也是纯色的 下面的裤子是一件黑色的阔腿的 前面有一条直条的纷线的 你们可以拿自己柜子里有的任何黑色的阔腿裤 搭起来都会有一样的效果都会很好看 鞋子呢穿的还是刚才那一双框威 它会让你整个下半身显得很修长这样的裤子 好 上半身呢就是这样 然后把头发扎起来的话 这边脖子会看得很干净 然后带一副这种墨镜 最好是选这种黑色的墨镜 这种墨镜跟身上的颜色会比较符一 最好是选择的 最好是选择的 这套也是非常经典的牛仔搭配 就是一个连帽卫衣加一个牛仔外套 我下面搭的是一件非常有弹性的legging 这件瑜伽裤是我运动的时候都会穿的一件瑜伽裤 它的弹力非常好 然后它的包裹性也很好很好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件瑜伽裤的 也是我穿的最多的一件瑜伽裤 可是你们可以利用自己柜子里有的单品 拿来做搭配不需要重新再买一件 如果没有的话 我推荐我身上的这件给你们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也是我穿了很多很多年 一直在回购的一件瑜伽裤 真的特别的好穿 下面呢配了一双马丁靴 我这款呢是黑线的马丁靴 是那个硬的皮的马丁靴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整个都是黑色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带黄线的那一双靴子 鞋子呢刚开始穿的时候会很硬 可是它穿久了完全不会变形 我也是穿了一年多 它真的是非常的好穿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马丁靴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人手一双 真的非常好搭配 不管你是搭配这种legging啊 还是一些牛仔裤啊 或者一些短裙啊都很好看 都很出彩 出来的感觉都会比较酷洒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双靴子跟雷靴都是我非常推荐的两个单品 好了 那如果今天想过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一多少牛仔外套就先到这里了 也希望这次视频对十一马上就要出去 游玩的小伙伴们带来多一点点的灵感 希望大家在十一假期当中玩得都非常非常开心 那就先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记得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